提起人工岛,很多人第一时间便想到迪拜的棕榈岛。棕榈岛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,更有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美誉。 但如今最大的人工岛这个称号要一堵了,因为我国撤资1600亿,修建一个人工岛。 这个岛屿便是位于海南省海浦港和阳浦港之间的海湾区域,为此也被称之为海花岛。 这个岛屿的湛海面积达到了12000亩,直接一举超过了迪拜的棕榈岛,拿下了世界最大的人工岛的称号。 海花岛是由三个独立的离岸式岛屿组成的,规划填海面积为8平方公里。 而规划平面形态,就好像海中圣花的三朵花一样,因此才会称为海花岛。 海花岛还建设了风情酒店、小吃美食街、美食文化街、七星级酒店、湿地公园、影视传播基地等的旅游休闲度假岛。 海花岛的建设,还升级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发展策略。 将大大提升海南滨海旅游的形象,以及品质,更是被确定为海南省西部旅游的一号工程。 要是修建成功,那么将为海南西部旅游资源再添光彩。 将近期的海南西部旅游的课计划平面形态。 将近期的海南西部旅游的课计划平面形态。 将近期的海南西部旅游的课计划平面形态。